老闆 你 我 我给你叫救护车 不要接救护车 你给我包载 我不会啊 快 你 你忍一下啊 你忍 忍一下 我擦了 我 忍一下 大老爸 你这个烧是怎么弄的 闭嘴 不该问的事你别问 那你 忍着点啊 我长在大树下 我是蘑菇 杨医生 不好了 德叔又犯病了 怎么了 他非说自己是一颗大蘑菇 一定保持这个姿势 在树下待了一夜 死活都劝不回去 易秉清三十号课 快 在树下面 我不会去 我是蘑菇 德叔 走 我们回去吧 我不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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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叔 你不回去啊 我不会去 我找在树下面 把手给我 我找在树下面 把手给我 把手给我 我是蘑菇 我摸在树下面 我是蘑菇 别动啊 我 这么大的力气 我是蘑菇 我是蘑菇 美女 你别过来 小心危险 你别 我是蘑菇 小草菇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你的好朋友小花菇 我们不是约好一块玩的吗 你怎么在这儿晒太阳 这多热 我们蘑菇 还是得待在屋里 阴阳的地方比较好 要是晒成蘑菇干 咱们就不能一块玩了 对吧 走 快快快 你们还不赶紧 把它送到病房去 美女 你不光长得漂亮身材好 而且还很机智吗 我靠的不是这些 是专业素养 我是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PhD 在美国是正式注册的心理医生 不光是年轻漂亮 而且还是学霸 我的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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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年黑武士得到了娇人领主 但被背信弃义的杜晓琳偷走 一百五十年了 当年的三路人马都到齐了 没想到 你竟然还活着 一会儿开会啊 你们谁都不许迟到啊 好的 你们先上去 拜拜 哈喽 好好工作啊 晚上请你们吃饭 美女 我这个人呢一向是公私分明的 上班时间嘛不适合谈恋爱 你要对我有兴趣的话呢 下班以后 欢迎拨打名片下方的热线电话 拿着 乌亮亮 人如其名啊 你要在我们医院交流三个月的时间啊 看清楚了吗 江医生 请不要这么自恋 嗨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天赐良缘 不 以后呢 大家都是同事了 有什么事 你尽管来找我 我这个人在医院人缘特别好 尤其是女人缘 我先忙去啦 改天见啊 美女 一路跟踪我 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 我刚好要来这儿而已 怎么可能啊 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 太平间 行啊 别演示了 等我 我很快就出来 借过 你还真的进去啊 现在的女孩 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 真的是豁得出去啊 等等我 等等我 再去 再去 四个月 你还很重 你说的 就是 你呢 我 施点 你 这 小罗 现在爷爷不在了 家里有急着用钱 你有想过以后怎么办吗 你们家几代人都住在岛上 你们家有没有值钱的 一些古董什么的 交给我 我给你个好价钱 这个 我也不懂 爷爷没告诉我什么 这方面你是行家 要不你倒去看看吧 也好 胡锯兰 你 你 你想干什么 出去 你这个杀人凶手 我们不欢迎你 出去 我没杀过人 你说没杀过人就没杀过人 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吗 我相信他 小罗 这个人来路不明 你怎么可以相信他呢 他根本就不值得你相信 的确不是无拘乱干的 沈罗爷爷的事件结果表明 尸体并没有外伤 死因是癌症转移到肺部 最终引发珠网膜下枪出血 瞬间脑上而亡 所以 沈罗爷爷的死 跟吴居兰根本没有关系 吴居兰 你应该好好谢谢沈罗 是小罗 力排众议 非要法医去检查爷爷的遗体 这才还你一个清白的 就算人不是他杀的 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刚才他还想伤害小罗呢 大头 吴居兰并没有对我做什么 使你太紧张了 小罗 行了 大头 别紧张兮兮的了 现在都真相大白了 咱们又可以愉快地玩耍 当朋友了呢 好 你们做朋友 早晚你们都会后悔的 大头 沈罗爷爷死了 关于灵珠 唯一的知情人 只剩下沈罗了 灵珠的事 沈罗并不知情 您怎么知道 因为是他亲口跟我说的 就算是他亲口说的 您怎么知道 他说的一定是实话 我愿意相信他 陆珠 您别忘了 一百多年前 就是因为您太信任人 才会失去灵珠 还有就是 沈罗是杜晓琳的后人 您自己亲口说过 杜晓琳的后人 都是一样的卑鄙不可信任 她和她的线索不一样 您对她了解多少 当年您跟杜晓琳 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她还不是背叛了您 这个沈罗 说不定只是比她的先祖 更善于伪装而已 够了 别说了 雍杜晓琳 我怎么正触 going 说你的天在有 Etina 毕童才在有仇顺 那天不服 др 刘晓琳 到底哪有最多coh 放个率 你为什么要相信我 为何ů 因为我们是朋友啊 要说 你的心情 给你 朋友就一定要值得信任了 如果朋友没有了互相的信任 那就没有办法当真正的朋友了 我愿意当那个 付出信任的人 我要是不相信你 我当初就不会收留 像你这样的陌生人进我家来 当初你为什么要收留我 因为我觉得你跟我一样 都是没有父母的人 你的遭遇让我感同身受 就本能地想要帮助你吧 我问你 你会时常想起 你那些已经过去的亲人吗 我的亲人 已经离开我很久了 这颗龙土猪 是我在三岁的时候 爷爷种上去的 那时候我才一边点大 爷爷总是抱着我 和他比身高 如今 他都已经爬满了墙 在我半年前 回海岛上过年的时候 有人送了我们一只小羔羊 我吵着说 要把他当作宠物羊 爷爷就叫他杨绵绵 说我不在的时候 我就把他当作我 其实呢 在爷爷生病前 我就已经计划好了 我要到大城市去工作体验 我要努力赚钱 努力打工 等我攒够了一笔钱 我就回到海岛上 去租一个靠海的房子 然后把它改成咖啡馆 有机会可以照顾爷爷 又可以面朝大海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以前是爷爷 牵着我的手走路 现在换我 牵着爷爷的手走 我们两个就这样子 守在这个小岛上 约约晃晃地 一起老去 以前我爸妈离婚 离开海岛的时候 我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可是为什么今天 我觉得这么难过 我都已经二十五岁了 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 有很多弱的小女孩 我有大学完毕 我可以凭自己的本事吃饭 我一个人 也可以活得很好 可是 我为什么还这么难过 我以为 我可以很坚强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独当一面 可是 为什么还是那么难做的 当年没有了爸妈 我还有爷爷 我依然有家可回 有爱可依 我知道 不管我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 爷爷都会在那里等着 会替爸爸妈妈来爱我 可现在 我失去了爷爷 失去了这世间我唯一的亲人 从今往后 在这个世界上 我真的只有我自己了 疲惫时 再也没有了一个 受伤时 再也没有了退路 你 还有我 那天下午 你爷爷确实和我见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想要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爷爷 您就安心地走吧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我以后每天会按时吃饭 不挑食 我会踏踏实实地找份工作 不跟老板 客户顶嘴 我会少买衣服 少吃点零食 多攒钱 我会好好去找个归宿 我一定会幸福的 没有时间难得倒我 你就在天上 好好地给我看着 我一定会开心快乐地活下去的 你看上去 一点都不开心 你知道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吗 因为海里有鱼 鱼会吐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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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泡泡的声音就是 不撸 不撸 这个不撸 正好是一个谐音 在英文里 不撸就是蓝色的意思 这个笑话 适用了中文和英文的谐音 达到了一种幽默的效果 真的没有听懂吗 吴俊兰 你也太有意思了吧 讲笑话的时候 一点也不好笑 反而 很正经的时候很好笑 你终于笑了 爷爷走了 没有了亲人的房子 就不像个家了 我现在 也是一个没有家的人 和你一样 我暂时不会走的 你一个流浪汉 跟我一样无家可归 还能去哪儿 之前我想捏你走的捏不走 你现在想去哪儿 我现在也没有地方去 还请你收留我 来 敬我们都一样 同病相连 无家可归 干杯 你怎么 你怎么了 你怎么啦 你脚里有毒 天啊 你怎么 你怎么 你为什么要害我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胡迪亗 你到底怎么了 你 你 原来和他一样 保证你的心愿 变成一把笔手来刺毒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一把笔手来刺毒 来人了 救命啊 你是不是来救我 救命啊 谁来救我 快进来 你是大变态 莫名其妙地把我送鱼 然后送到这个鬼子吧 你坐在哪里头哭我 你要不是当一辈子 做到误会都不要出来 我都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打他一次一次 背着你自己 爷爷 爷爷 你在哪儿 快来救救小龙 原来你在哪里 你现在把我送回去 我保证回去 不打死你 你欠我的钱 我也不要了 不许来 在哪里啊 不许来 在哪里啊 不许来 在哪里啊 我的垃圾是变成功了 我的肉不好吃 不好吃 不好吃的 我回去 肯定给你买几件 最贵的鱼饭 要了那不得给你做吗 不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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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再哭就把人害了去 自己回去 你还想走啊 你还真的 我是打不还手的 骂不还口的软狮子 我告诉你 刚才在海上 我那时不敢骂你 现在到了岸上 我可不怕你了 说 你为什么冤枉我 害我下破胆 你自己做了什么好事 自己知道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 快走 我不想再看到你 你以为我想看到你啊 你先把账算清再走 你干嘛 受害者明明是我 你干嘛 装得冰烟烟烟的样子 想搏起同情啊 你真有心计 你 快不快走 我不走 你以为我会跟你 那么不讲一切 吴俊兰你等着认错吧 你走 吴俊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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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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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对不起就行了 你对我进行了精神上肉体上的双重琢磨 一句对不起就像一别勾销 那你想怎样 我想怎样 你等着 最后你就知道了 怎么是黑色的 这什么玩意儿啊 能喝吗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这是专门针对吴军兰病情调治的药 怎么样 好些了吗 好多了 昨晚那几个混混都是流窜犯 只是徒财而来 已经被抓了 真是蠢死了 下手之前也不考察考察 我们家那么困难 哪儿来的财 真是白白的打一顿 帮我拿杯水好不好 看在你是病号的分上 我就帮你吧 不愿心 昨天你喝的酒 是沈罗准备的 肯定不是沈罗下的毒 除了这样的事 你还愿意相信他 原始建最好的品质 就是信任 小罗相信我 我也相信他 如果说他想针对我的话 在树林里他就不会救我 我相信小罗对我是真仇的 那除了他还会有谁呢 有谁会懂得用曼陀罗对你下毒 应该是黑巫师的人做的吧 他还留在岛上 伺机对付我 你有没有查到什么消息 暂时还没有消息 黑巫师的人生性狡猾 而且接受过特殊训练 不会轻易暴露行踪 不过我会尽快查清楚的 嗯 来 我先走了啊 好 我给你看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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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地方吗 你好 这里我们有住着一位 受伤的客人 我是他的朋友 来给他送药的 受伤 没有啊 干嘛 无聊聊 无聊聊 干嘛 你找什么呢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一个朋友住在这儿 他让我过来拿点东西 这个 有问题吗 有问题 有问题吗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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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带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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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